金融長根一月長期以來 關懷弱勢不遺餘力 近年來持續提供電影活動 讓受輔助的家庭有機會同樂 留下親子間美好的回憶 為什麼會叫陪伴式的關懷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就是缺少陪伴 那家父的孩子們除了沒有多餘的錢 來看電影之外 也沒有辦法家人一定要去工作 所以我們就想到用看電影 然後強制他們這兩個小時的親子關係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都會一家人帶出來 尤其當我們看到阿公帶著小朋友 甚至還說 哇 我已經四五十年沒看過電影了 因此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陪伴式的關懷 以黑亞當的電影故事 翻轉與青少年的相處方式 並傳遞正能量 基隆行大和少年隊也祭出好禮 宣導防毒 防詐 防詐騙 基隆長庚也相當感謝多年來 關注公益活動的團體和個人 近年來更深入學校 讓愛無遠佛界 那現在我們也邀請了高中生跟國中生 那明德國中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們調查結果他弱勢贊助了 他們裡面的50% 所以我們也加入了我們這個關懷的團體 所以明德國中也來 而且今天很特別 他們一家五口全部到場化 讓我們覺得我們真的做到了 陪伴式的關懷的宣導 種子也散播出去 那接下來就是暖暖高中 還有建德國中等等 我們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 加入關懷之外 也不要忘記自己的陪伴式的 家人的親子關係 以陪伴式的關懷 一起守護孩子們的身心健康 透過共享電影 留下親子間美好的回憶 記者蔡小軍采訪報導 離婚 之下 這就是天Which的 都不知道 看懷之下